哈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铁蛋超人俱乐部 我是超人哥哥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 这个某某台的哈密瓜哥哥蛇启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蛇启鸣 教学上面我是帅哥老师 在纸风车剧团我是冷气哥哥 名字好多 但是呢 其实大家看到他就这样 因为他每次看到小朋友都是一副那种 非常开心的一个笑脸 可是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有这个人格分离 不是啊 有那种人格恐惧症 可是你看你有人群恐惧症 啊你现在又是当演员了 平常要面对这么多的这个群众 我觉得很好奇这个东西 你是怎么克服跟转换 呃 其实我就是告诉自己说 你站上去 那你做了就是对了 那不用再去多想 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去想东想西 把事情想得很复杂 很多想的人 那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说 想太多是好处也是坏处 因为你会想得比别人多 但是坏处就是有时候简单的事情 把他想得太多了 那后来我慢慢上台之后 就会告诉自己说 你上去 那你只要把正确的事情讲 传达出去 那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去跟观众玩 那把它当成一种扮演 在台上就是轻松自然 就是最重要 其实你讲这个东西 我也有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说比如现在常常会 接触很多主持的场子 那其实你想到第一次主持 你很紧张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下面要讲什么 对 所以你刚开始一定是先从 比如说好 如果有主持稿 嗯 你一定会自己 就算没有你会自己 先写好 就像背台词 因为对演员来讲背台词是很简单的 嗯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背台词是 就是 是我们可以很快可以熟悉 而且可以保证不会出错的 对对对 可是其实刚开始被你会发现说这样主持的方式会很呆板 因为你就是把这个台词念完 对 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现场的一个状况 那随着主持的经验增加 其实你慢慢会发现说 其实你需要是一个基础架构 嗯 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接什么接什么 可是中间的那个肉的东西 其实你就必须要看现场的过程当中 对配合观众的呼吸 对一定要 因为你一个好的主持人 你一定要发现现场有什么东西 什么状况吗 什么球丢怪 你就要对 你就要去接招 对 然后再去回击跟 所以我想 这个还是跟经验有关系 其实我 没错 你刚讲这个东西我 以前也都有 嗯 第一次主持人 因为非常非常紧张 你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 然后 甚至是那种已经 演过好多场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校园演出 你当一个主持人 你还是有一些制式的一些 表演的台词 流程都要走 可是 你还是会很紧张的去 re那每个的词 那 但是因为在主持过程中 你当你有这个词 当作底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轻松 就是 你可以乱绕 就是你可以 可能绕到别的地方 最后还是可以再回归到这个 绕回到流程上 那随着这个经验 比如说像现在开始主持广播节目 刚开始也会 就是 你会很紧张说 我今天要讲什么 每一句每一句都开始 就把它写得很细 可是因为这要做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不见得 每一句都会讲得到 你想的跟现场的状况 是会刚好那个样子 所以后来就变成 只剩下提纲 所以提纲的过程当中 你就 反正就是知道待会待会 可能会要聊些什么事情 可中间你就可以瞎聊 然后就可以反而 可以去激荡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对啊 重点是要跟观众产生互动的关系 对 那你讲一讲 你第一次主持的经验 第一次主持是什么 第一次主持其实 学校的不算 主要还是以319 第一次主持为主 那我觉得 其实还蛮感谢开导 可以给我第一次上台主持的经验 但是 我觉得我自己 这次的经验真的很深刻 因为之前都是看 呃 苍昊老师啊 明姨姐啊 或是开导上去主持 或者是各个团长上去主持 那 当我自己上去主持的时候 就是 一样就是把 流程背得很好 就是 哦 现在要讲什么 要讲不能拍照 不能吃东西 要先上厕所 15分钟 然后把爸爸妈妈顾好 那 这些东西我都讲到了 我想 哇 OK 我可以放松了 那最后当 要跟大家倒数 好 那我们把手伸出来 倒数10秒钟 1 2 3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从1开始数 然后数到10之后呢 我就傻了 我就傻了 然后就赶快下去 然后就连 放音乐少炉那边呢 都不知道怎么下 下傻了 因为之前大家 倒数完之后 会顺便讲拍手 然后让大家拍手 然后放烟火 音乐下 然后 所以你在 你在数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说 你 你讲错吗 其实我是数到 八九十的时候 我才发现 然后到最后 我就真的傻掉 我连拍手 这最后一个 Cue我都忘记下了 对 自己下来的时候 后面 然后因为那时候慌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收 对 你就想要赶快跑掉 赶快跑掉 你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 落荒而逃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 我不是主持 我还不是主持 今天 我第一次 以前那个国中时代 我们会有升旗嘛 那升旗会有私宜 就是私宜 那我那时候就是被 被选为 就是私宜代表 就真的要去练习 然后第一次呢 是在一个降旗典礼里面 嗯哼 那就要出来 就是国中生会 有一个代表出来跑出来 然后过来说 李正 首席 嗯 然后跟校长敬礼完之后 然后跑到旁边去 首席 然后就跑到旁边去 然后就开始讲说 降旗典礼开始什么什么什么 就在讲 就私宜嘛 那我记得那一次 因为平常都练习啊 都是人家在睡午觉的时候 我们要出去练习 嗯 那一次终于轮到我 哇好紧张 就第一次 你要看到一个胖子这样 一站 然后 哎呦 向后转 小长进 放下 再向后转 收起 然后就跑 跑过去 升旗典礼开始 全体 然后一讲 所有人都笑了 因为那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就会完全 然后就慌了 可是你就 不管 继续讲 继续讲下去 就硬着头皮继续讲啊 所以那种第一次就是 很深 因为你完全就是背 你是用背的 因为你平常练习 升旗典礼 可是你其实忘记 说那个是一个降旗典礼 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错误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错误之中 累积经验 然后像现在其实如果在台内出活动啊 或者是 剧团有机会让我再重新主持 就是会比较 知道说 有一些东西要怎么跟观众 互动呼吸 然后怎么去玩 这些东西都是 一直累积下来的经验 到现在就是 很自然的在台上 做这些主持的工作 其实像319我觉得 就是你刚刚讲 其实刚刚讲 齐鸣讲的是指 我们演出前的暖场 就是说比如我们7点演出 6点半开始就有观众 那这时候就要有暖场主持人出去 凱西 凱西 喇敌赛 喇敌赛 就是说 你要把一些讯息跟他们讲 可是同时要让他们不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 在半个小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什么事情发生嘛 那你就在那边等 那小朋友其实会比较 注意不集中 那就会乱跑干嘛 那所以我们 其实暖场主持人有很大的一个攻击 就要吸引小朋友 大家注意 不让他们觉得无聊 然后这样大家注意力可以集中的时候 现场状况会比较少 就是不会说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 可是那中间是没有剧本的 只有几个主要要提醒的事项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训练 因为你就要开始去找话题来聊 所以甚至像我们那个这个暖场第一把交椅 那个现在那个行政总监张敏 我敏一姐 然后到后来都还叫follow 就是叫小朋友出来 然后说来我看你跑的快不快 然后就在左边跑右边跑 然后就叫那个追踪灯 就跟着他 去追着他 对 然后就跟他跑 然后就跟他跑 然后把小朋友抄得半死 累得要死 然后可是又很好玩 又可以打麻时间 对对对 现场观众就可以看这些 这些小朋友在玩游戏 而且也跟他们学到说 这个叫做追踪灯 在舞台上是有这样追踪的效果 对啊 顺便学习一下剧场一些基本概念 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暖场的过程中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组织 我相信这个组织经验也让你去带到 现在就算在电视台带这些小朋友 或者说你出场去做活动的时候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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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就是一个很好的累计经验的过程 对 真的非常感谢开导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 那时候因为本来暖场都是行政人员在处理 因为演员已经到后面standby准备要演出 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想说 其实因为很多演员可以演戏 可能不见得会主持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一下 演员在主持上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可以胜任的 也是要这样的一些潜力跟潜在一职 对因为你平常上厕所 或是骑车都自演自演 我相信你应该可以胜任的很好 说到骑车我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是吗 我还会唱旁边的招牌 是不是很无聊 你要示范一下 比如说 我就骑骑骑然后看到什么招牌 你就要马上唱歌 比如说音乐影响指缝车剧团 接下来是7-11 红灯我就停下来 我就可以唱十分钟这样继续唱 就自己乱拍这样子 自己唱完然后唱到最后唱到十分钟 诶我在干嘛 就得再跳回来 然后就平常就去找一些好玩的东西去 加入在自己生活元素之中 因为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会用到自己的东西 有有有有 我知道你跟几个好朋友常常平常会自己去掰歌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都听到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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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²´4 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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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自己乱拍 其实我觉得生活上充满很多的情绪 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开心 Nikki Lerner. 嗯 自己生活之中 然後在工作之中也會比較有趣 因為我覺得快樂的工作就是 在生活之中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開心的話 我就不會選擇這樣的工作來做 沒錯 那你剛講的 走了319大概走了兩百場左右 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我剛剛突然想到好幾個印象很深刻的 那比如說像剛剛父親節那一個 那我記得有一個是 我在319趕場 那那一天是 我在大學的畢業典禮 然後我要趕去桃園觀音 因為剛剛有講到 我說晚上要去拜觀音 那我就突然想到 欸 觀音那一場 觀音那場很特別 觀音那場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們大學的畢業典禮 我們是排在下午 那我那天又是畢業生致辭 那我必須要 講完致辭之後我才能趕去現場 那我致辭完之後已經4點多了 那我趕到演出現場的時候 其實是6點37分 哇 7點就要演出了 7點要演出 然後我要化妝 然後又要暖身 然後又要跟大家去 裂彩排的位置 那裂完之後呢 我就想說 喔 那應該OK了 那我7點 7點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說 嗯 懸置了一顆心 好像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那天就真的 其實發生蠻多事情的 比如說跳電 那大家要準備 下一個演出的時候 突然就 啊 投影機不行了 然後拿個片段刪掉 拿個片段刪掉 想說OK 那刪掉之後我們就趕快接到下一個場子 下一個片段 那到下一個片段之後 OK 最後一個黑光了 大家應該不會再出問題了吧 黑光跳到一半的時候 都 欸 停電了 然後場燈突然亮了 大家 感覺很害羞 感覺那種沒穿衣服 對 因為這種 再換衣服突然門被打開 沒錯 大家就 遮 不是遮放 是先遮臉 呵呵呵 遮臉之後趕快逃下去 然後屋頂上來之後就說 這是一個特別的場次 然後大家又再 重新開始 重新演出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 雖然對觀眾來說 是一種特別的開箱今天 可是對 對我們自己來說 其實是這一場 蠻不好的 不OK的演出 對啊 對 因為狀況太多 這一場其實我覺得印象蠻深刻的 是 因為 在畢業典禮 那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畢業典禮沒有真正的跟同學好好的過 那都在 一些特別的情況之下 過 那比如說像我研究所的畢業典 也沒有跟班上過 那 高中的畢業典也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那 到 大學那一天 其實我覺得 真的蠻有意義的就是 我還可以接到319的演出 那 後來 319的演出對我來說就是 每一場其實都是蠻特別的經驗 那每一場都有不同的 感受 對啊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你 你有一次也是擔任暖場主持人 嗯 然後那一場在抖六 嗯 抖六 然後是日同客運贊助 對對對 那還有我忘記好像是在什麼人文公園那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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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的公園 那邊其實算是市郊 嗯 很偏僻 然後那一次可能宣傳也沒做好 所以 6點半的時候的人來得不多 那演出7點嘛 是 7點的時候人還是不多 大概就大概只有一百多個兩百多個 對就是起門 我想完蛋了 其實演出到底怎麼 人就這麼少 那 我們6點半不是就會主持人出去嗎 對對對 然後我記得那天就是你 你就先出去暖場 我就先出去暖場 而且還要浩 本來只有設定你出去暖場 嗯 然後就跟他一直講一講 可是人都沒有增加的感覺 對然後我已經講到不知道該講什麼了 後來這時候團長說不行不行 因為演出快要到7點了怎麼人才這麼少 是 那因為團長是我們暖場主持界第一把腳椅 他就自己跳下去就跟你搭 後來好像就搭一搭你就先 因為你要演出你就先到後面Standmine 對 然後就開始一直搭搭搭 然後就7點 7點到了 繼續講 嗯 人還是這麼少 7點5分 繼續講 人還是這麼少 7點10分 講到快7點20了 繼續講 講到7點15 人還是沒有 因為那個地方你不像說 在市區某個國小裡面 你可能一講 對 聲音人家聽到就會來 他說他到時候 那時候其實暖場的時候大家會說 欸附近的親朋好友 鄰居都要趕快來 可是那邊其實 附近沒有 都沒有 就很那個 完全是沒有 對 然後因為平常可能就是雲林的 斗六那個地區 可能大家就會去逛 去逛一次 或是到市郊那個地方比較少回去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說他比較提早休息 這樣子 然後講到7點15分 7點20分 這時候就有觀眾說 你不要再說了 啊沒有 快演啦 你是要演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也很尷尬 因為他在跟團長對著 對話 我說欸好啊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囉 我說快點快點 他就不要再說啦 對你本來已經進來要 要準備演出 結果又沒有 你又出去 對 又出具暖 就變兩個一起暖 這樣比較有話題可以聊 然後就看兩個在那邊瞎打屁 然後一直不演 就已經7點20還不演 哈哈哈哈 觀眾都開始生氣了 後來就只好 硬著投鼻演 那剛開始演出的時候 其實人就慢慢的 可是還是那一場還是 其實還是沒有做 就是人其實還是很少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很對不起那個贊助者 對其實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人少 除了抖六這一場 還有一場是苗栗士 苗栗士 苗栗士也是演完之後 其實人也才做到一半而已 對 對 這兩場其實是我印象深刻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需要地方的資源 不是金錢上 而是說比如說 宣傳商 資源 對那因為有些 其實我們走319很大的感觸就是有些地方的地方政府 他們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 這你們民間辦的活動我幹嘛要幫你 對 然後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下了班我就回家了 你們辦活動是你們的事情 對 我自己平常就有平常的業務要忙了 然後為什麼我要去幫你們 所以就變成說 只要你才會在辦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常進到人情的冷暖 對 真的那有些你會發現說 越偏遠的地方 因為這樣的資源很少 所以他們很珍惜 就有民間團員願意來免費去辦這樣的活動 所以他們會把很多資源去support你這個活動 可是你越到市區或越到都會地區的 有時候因為這種活動太多了 嗯 他們覺得每個人都在麻煩我 那我是忙死了嗎 就很累啊 那我就不用不用工作啊 我就忙你們的事情就好了 對 就會這樣 所以就會有這種公務員的那種不好的心態出現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看到 其實在我們前期的時候 比較常發生的狀況 對 其實到後期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知道這個活動意義在哪邊 大家就願意投入 可是當大家願意投入的時候 就跟劇場演出一樣 大家了解之後 已經接近尾聲了 對沒錯 好我們休息一下回來再來聊聊 我們起名的一個過程 好